故宮博物院短短一年多久 三件文物被打破時尚首例 外界炮轟保管國保的故宮 為什麼會那麼離譜 院長無密查禁說 因為管理落後跟不上時代 石器的包裝方式 多物一盒 多盒一箱 這是一個非常不符合時代潮流 的一個漏物的保管方式 前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 接受平面媒體採訪 卻嚴厲反駁說 故宮文物傳承至今 檔案資料都清楚 管理人員也專業且經驗豐富 認為損壞根本史無前例 認為不應出示了沒檢討 當前管理卻怪前人的落後 南軍炮紅無密查 如果真的沒隱匿 為何發現破損 不馬上說明 網前查十年監視器記錄 為何不公開 根本大有問題 更要求故宮成立調查小組 無密查自從進到故宮之後 任用他自己私人的 台博館和國使館帶來的人 專業的人士一一的排擠走 無密查要下台 文化部長 蘇貞昌院長也要負起責任 從3加11枚會議記錄 高端疫苗搞黑箱機密不給看 到如今國寶被打破 還差點被藏起來 柯文哲炮轟 對蔡政府來說一點都不奇怪 這種現象聽了也不會覺得奇怪 就是在政府裡面常有的現象 出事就出事嘛 再改進就好 北極記憶 遠藏的常常後來又出事 具有文化傳承意義的故宮 連環爆出多項文物受損 卻不說 恐怕不是一句沒引力就能帶過 近日江朝鵬 李宥璇 台北報導 經常這晚上啦 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你們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